小娟怎么也没想到 婆婆办事竟然能这么狠 公公才刚走 她竟然将自己和老公赶出家门 小娟想 再怎么着 老公志华也是她的亲儿子呀 怎么会有这么狠的吗 小娟也知道 婆婆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公公去世 再者 就是跟二姐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小娟婆婆家里 一家人最喜欢的就是二姐 平常家里大事小事也是二姐说了算 不过小娟不喜欢她 她觉得毕竟自己老公才是这个家里的男子汉 凭什么家里什么事情都要听二姐的 站在外面的小娟看了看到老公那木讷的样子 心里一阵阵的寒意开始在心里生腾着 小娟家里是偏远农村的 当初为了改善家里窘迫的状况 小娟高中没毕业就来到城市打工了 小娟长得还是蛮清秀的 可是由于是山村里的女孩 见得市面少 所以说谈图举止间难免有些跟大城市不太相符的气息 小娟在一个餐厅里打工 意外地认识了老公志华 志华长得圆头圆脑的 脸蛋大 鼻头也大 整个人看起来都圆乎乎的 而且说话声音也很小 说话的时候总喜欢伸出手来在脑袋上抓一抓 她的工作也不怎么好 在一个半死不活的工厂里坐着烧锅炉的工作 小娟同意了嫁给志华 同意的原因就是她是城市人 小娟当时的想法就是 如果自己嫁给了志华 那么以后自己也就是城市人了 以后自己的孩子们就彻底摆脱了农村里的命运 就这样清秀的小娟嫁给了胖乎乎 比她大了整整八岁的男人志华 志华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 上面有两个姐姐 大姐二姐都生的面容较好 戏胳膊戏腿的脸长得也很秀气 唯独志华生的胖乎乎的 不知道家里情况的人 看到这样的一家人总是会说 家里好吃的都给儿子吃了 老公咋办呢 被赶出门外的小娟想了一会儿 将目光投向了志华 虽然小娟知道 这句话问了也是白问 不过她还是张嘴问了一句 我也不知道 都怪你 如果你不去跑去找二姐的麻烦 你不跟她吵架把父亲给弃病倒 我们也不会被赶出来 志华没有抬头 低着头一字一顿的说着 说实话志华怕二姐 从小就怕 志华记得小时候 他因为被同伴骗走了几块钱 一起出去买吃的 被二姐抓到了 二姐将她绑在距离她家不远的一棵树上 拿着棍子将她打得皮开肉绽的 从那次开始 她就怕二姐 有时候二姐一吆喝 她就吓得浑身哆嗦 直到现在只要二姐一瞪眼 她就不敢滋生了 听到老婆问自己该怎么办 她就傻眼了 那是她最害怕的二姐 她能咋样 她敢咋样 哦 你的意思还是我的错了 要不是二姐喂了她儿子在咱家养 在那儿下乱承诺 让我们的好好差点失去就学的机会 我能跟她吵吗 看着老公那木讷的样子 小娟心里的气 就不打一处来 小娟觉得老公真是个服不起的阿斗 在家里没有一点点男子汉的样子 平常她自己被二姐欺负也就算了 如今连带着女儿也被欺负了 怎么能这样呢 小娟去找二姐争执 就是因为女儿上学的事情 二姐家的儿子跟小娟的女儿同岁 只是她的月份比小娟的女儿要大一些 二姐跟她老公平常因为工作上和生意上忙 就将她儿子养在了母亲那里 小娟虽然嘴有些不饶人 可是心思很善良 再说了 在这个家里 她也是个外来的媳妇 婆婆对外孙好她也不敢拦着 可是 外甥总是欺负她女儿 那次她正在做饭 外甥将她女儿给打的脸上都有些红印了 当时小娟就怒了 她愤怒的不是小孩子们之间的打架 而是那天是星期天 小娟在做饭 二姐和婆婆在聊天 女儿被打时 婆婆和二姐都在那 他们一个是女儿的奶奶 一个是女儿的姑姑 就那样看着女儿被打却不吭声 这些在外人看来不能忍受的事 小娟都忍了 因为二姐承诺了 只要儿子在她家好 将来 等两个孩子该上小学时 她就找老公给俩孩子安排到 一所平常人很难入学的私立学习里 最后让小娟发怒的是 二姐食言了 小娟等来等去的 最后等到的却是女儿不能跟外甥一起入学 最后 外甥欢天喜地的去了那所学校 而小娟的女儿没去城 别的是小娟都能容忍容忍 可是一千扯到女儿就算是扎到了她的心窝 为了让女儿改变命运 小娟已经按照二姐的指示都把钱交到那个私立学校了 言巴巴地等着通知入校呢 可是 没想到 最后人家又把钱退了 眼看别的孩子都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去学了 女儿在家眼泪汪汪地看着她 一遍一遍地问着说 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上学呢 小娟看着女儿那泪眼朦胧的样子 一阵阵心酸 小娟有固执的理念 她觉得自己和老公都过得不好 一定要给女儿一个好的起点 让女儿以后不要走自己的老路 所以她才下足了功夫 想让儿子女儿跟外甥一个学校 可是如今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连普通的小学都错过了入学的时间 后来 还是小娟找公公 去跟她那些老朋友们说了好久 才算是进了一所比较偏远的学校 这件事惹得小娟的心里翻起了旧账 说实话 小娟心里对二姐十分的讨厌 甚至说是憎恨 憎恨的原因是因为当初二姐为了阻止小娟嫁给志华 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她甚至诬陷小娟和别的男人油然 还造谣说小娟未婚生过孩子 不过缘分到了 什么也阻止不了 小娟和志华最后还是成了一家人 这件事 小娟还压在心底没有跟二姐算账呢 如今她又想来疼女儿 薪酬就愿让小娟越想越难受 难受的有时在梦里都是跟二姐撕撤打斗 醒来是浑身是汗 没多久在公公的寿眼上 小娟跟二姐真的发生的争执 小娟公公生日是在家里过的 为了筹办公公的生日 小娟前两天就开始购物 超市早逝 被她逛了一个便儿 将能买的东西全都买回来了 回来以后该洗的洗 呆肚的肚 小娟撸起袖子就干 农村人吃惯了苦 做起事情来也不怕麻烦 加上她手脚也麻利 公公生日的那天 不到十点三十分 小娟就将一桌子菜准备得妥妥当当的 首先踏入家门的是大姐 大姐是个脾气好的 一看到小娟准备了这么多菜就说 辛苦了 看着大姐那笑容满面的样子 小娟心里还是蛮欣慰的 没一会儿二姐就来了 当小娟听到二姐踩着高跟鞋 咯噔咯噔的声音时 心里就有一阵抵触 哎呀 准备的这一桌子都是啥呀 我说了让你们去饭店去饭店 你们非要节省 二姐一进屋就开始挑刺 说完以后 她就拿出了自己买的那件羊绒山递给了父亲 霸这羊绒山是澳洲的 是前不久你女婿去那边出差的时候给你买的 质量可好了 你穿上吧 天冷了也不会再咳嗽了 老二从袋子里拿出了一件羊毛山递给了父亲 看到老二给父亲买了礼物 大姐也赶紧将自己买的一个养生水壶递到父亲的手里 小圈你们夫妻给爸买的啥呀 二姐突然画风一转将矛头对准了小圈 被二姐这么一问小圈一下就愣住了 她忘了买了 这两天小圈光顾着为公公准备菜品了 还有女儿上学的事让她一个头两个大 竟然把公公的礼品这件事给忘了 一看小圈那个样子 二姐就神气活现地说了起来 我就知道你是个小气的 怎么会舍得花钱给父亲买礼物呢 谁说我小气了 我忘了好不好 小圈最讨厌别人说自己小气了 本来她就是农村出来的 忌讳别人说自己小气 就像犯过错误的人 忌讳别人总是拿着自己的过往说三到四是一样的 不错 这个借口好 二姐用挑衅的眼光看着小圈 不动声色地说着 婆婆听到争执 从卧室走了出来 看着满当当的一桌子菜就问道 刚买了没 哎呀 我这就去 小圈一下子慌了神了 她昨天下午就想好了 今天准备一早就去门口的一家蛋糕店订个蛋糕 她知道那家蛋糕店 早上订了的话 刚好中午就能做出来 可是今天上午光顾着买菜炒菜 订蛋糕这个事儿 她竟然给忘了 现在被婆婆这么一说 小君慌忙地解下围裙 准备往外跑 算了算了 你看都几点了 还能跟得上吗 我知道了 你公公不是你爸 你是不会上心的 婆婆搭拉着脸 面无表情地说着 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蛋糕 甜哈哈的黏糊糊的 今天又没有孩子们来 吃什么蛋糕呀 小圈这一桌的菜做多好 我就喜欢吃小圈做的菜 还好有公公出来主持公道 才让小圈拿着慌乱的心 总算是落定了 一家人终于开始上桌吃饭了 吃饭的时候 二姐的手机响了一下 她下意识地拿起手机一看 是学校发给家长孩子们的成绩单 她一看到自己儿子成绩还不错 就高兴地说道 我儿子真争气 一下子就考了个全班第一 看来当初做对了 好好培养培养 咱家里也该出个书生了 大姐听到二姐这样说也说了起来 为外甥的好成绩呈现出了幸福的微笑 可是小圈看到这个情形心里就不满意了 想到了当初 二姐明明答应过自己要将女儿也送到那些学校 结果却只把她儿子给送了进去 而小圈女儿上的这所学校鱿鱼管理不太好 女儿上学经常喉咙发言 三天两头的要送药 有时候还要接回来 当然成绩也不理想 看着二姐那高兴的样子 小圈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她嘟囔着说 还不是钱堆出来 你说什么呢 什么叫钱堆出来的 是你闺女脑子不灵光好不好 二姐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原本就看不起小圈 一听到小圈这样说话当时就怒了 差点拍桌子站起来了 什么叫我闺女脑子不灵光呀 我闺女做算术题比你儿子做得好多了 我闺女读书十字比你儿子十字识的多了去了 还不是你们花钱花得多 有什么值得烧包的 小圈一听二姐说她女儿脑子不灵光 一下子就刺到了她的痛点上 也就巴达巴达的跟二姐对了起来 小圈的老公一看小圈跟二姐吵架 赶紧扯了扯小圈的衣角 示意她坐下 不要再吵了 可是小圈一看到老公那个懦弱的样子 更生气了 她一把拽开自己的衣服 对着老公说道 你自己没本事 被别人看不起 连带着家人都看不起 我可不想让我的孩子将来以后也像你一样被人看不起 不过今天我算是发现你被看不起的根源了 原来是你家里有个魔狼虎姐姐 小圈越说越气简直口不择眼了 婆婆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看了 连大姐也微微的变了脸色 二姐看到小圈竟然敢这样说自己 一拍桌子就站了起来 伸出手指着小圈说 你这个山里来的女人 还敢跟我这样说话 信不信我下一秒就让我弟弟跟你离婚 我让你滚出这个家去 二姐的权威在这个家里从来没有人挑衅过 如今竟然被自己看不起的一个女人挑衅 她也是怒不可遏了 我信呀 我当然信了 你有什么不敢做的 你就是这家的姑奶奶 是祖宗 我们喊你二姐都喊得亏了 我们应该喊你姑奶奶 不过此刻的小圈也彻底的被二姐给激怒了 心愁就愿此刻在她的脑海翻腾的厉害 小圈撒开了鸭子跟她吵了起来 你 二姐怒气冲冲的站起来 伸出手一把就将小圈给推翻了 够了 还让不让人过个安生日子了 小圈的公公怒了 她过这个生日 本是想缓和一下儿媳妇跟女儿的关系 没想到这关系没缓和 反而让他们变本加厉的争执了起来 她也知道孙女入学的事情是女儿做的不对 本来孙女是可以就进入学的 可是小圈为了孙女的前途 听了老二的话 巴巴的等着那个私立学校 结果老二失眼了 公公知道二女儿的脾气 想让她给小圈说句软话 那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 所以就想起了用生日宴来缓和家里的气氛 巴 你看 她推我 你今天要给我主持公道 你要是不给我主持公道 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小圈坐在地上不堪起来 一字一顿地说着 非得让公公给主持公道不可 你还想要啥公道 你们嫁给我儿子 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就算是我们对你不错了 还有啥公道 那个不会说话的婆婆此刻不想着平息矛盾 说出来的话字字就像真尖一样扎着小圈的心 小圈一听到婆婆这样说 彻底怒了 她三个一下站起来 指着老公说 今天你要是不把老二给我赶走 咱俩就没完 可是小圈老公是个懦弱的 他根本就没敢抬头 只是安慰着小圈 说 算了算了 今天是父亲生日呢 一家人啊 家和万事兴啊 看着老公那一脸和是老的样子 看着二姐那嚣张的模样 这段时间所有的恩怨怨都在她脑海里 一幕幕的就像放电影似的不断地闪现着 事可忍受不可忍 小圈突然伸出手来 就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一般 把二姐推出门外 二姐没防备 一个脚步没扎稳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额头刻在了门框上 没一会儿 鲜血就顺着她的额头开始往下流 你竟然敢推我 二姐本来就是个厉害的角色 她能被小圈推倒 完全是没加防备 她心想小圈那个小个子能把自己推倒 也是反了天了 下一秒她站起身来就跟小圈扭打在一起 随着咕咚一声 小圈公公地摔倒 所有人都慌了 他们松开了拉架的手 赶紧围到父亲身边 看到父亲摔倒在地 老二和小圈也停止了打闹 随着救护车的叮咚声 他们虽然依然怒气十足地瞪着对方 但是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股气势 小圈的公公没抢就过来 在医院直接就走了 这下彻底激怒了婆婆 婆婆才要将小圈赶出门外 当时志华拉着母亲的手哀求着说 让母亲留下小圈 可是 小圈婆婆发怒了 她连带着将儿子也赶出了门外 生死力竭地吆喝着说 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他们 小圈以为婆婆当时是在气头上 才说出这样的话的 毕竟母子怜心 老公是婆婆的亲生儿子 她怎么可能将自己的儿子逐出门外呢 两人还在外面说着话 心里打算着回去呢 也就是开头的一幕 可是没多久 小圈就发现婆婆这回事吃了冲妥铁了心了 根本就没打算让他们回去 小圈心里埋怨着婆婆太狠 虎毒还不食子呢 小圈这才明白原来自己想错了 婆婆隐藏着一件事 正因为这样 她办事才如此的决绝 小圈以为婆婆正在气头上 才将他们赶了出来 想着老公毕竟是婆婆的亲生儿子 再怎么着 婆婆也不会赶走他们的 果然当小圈和老公志华 重新回到家里的时候 婆婆虽然阴沉着脸 不过什么也没有说 为了将公公的后事给举办的好一点 小圈将自己家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了 小圈之所以这么做 一方面 在这个家里公公对他们确实是不错的 另一方面 小圈娘家虽然穷 可是父母也是很懂礼节的 耳濡目染 小圈也重情异 虽然小圈知道两个姐姐都比自己家有钱 可是她觉得老公作为儿子 为父亲举办葬礼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不过小圈的二姐 也真的够劲了 她老公开了一家小公司 她自己也在事业单位上班 按说是这个家里收入最好的 可是在父亲葬礼这件事上 她却硬是一分钱没出 让小圈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们刚刚将公公的后事安顿好 婆婆就说了 要开个家庭会议 那天在小圈家的客厅里 小圈的婆婆 大姐 二姐 老公以及小圈 五个人端坐在那里 妈 你有什么要说的 你就说吧 小圈看着婆婆一声不吭 先说话了 你爸也是被你给气死了 你们现在跟你爸操办了婚事 这也算是扯平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想看到你们 你们还是搬出去吧 婆婆一脸平静地说着 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好像她眼前的人不是她的儿子和媳妇 而是陌生人一样 妈 你说什么呢 我没听错吧 这我们的家呀 你要我们搬到哪里去啊 小圈知道 老公是很少会说话的 所以就自己站起来 想跟婆婆把事情说清楚 这是你的家吗 房产证上有你的名字吗 这是爸妈的家 跟你有什么关系 二姐一看小圈站了起来 也唧里呱啦地说了起来 本来老二那天跟小圈动了手 心里就压着一股静儿呢 在这个家里 一向都是她说一不二的 从来就没有人反驳过她 可是那次小圈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竟然打了她 如果不是自己父亲当场晕倒了 后来又没了 她当时就准备跟她算账的 这不 父亲的葬礼刚结束 她就准备给小圈好看的 让母亲赶走小圈 就是老二的主意 其实小圈的婆婆对于儿子儿媳妇 是否跟自己住在一起也是无所谓的 虽然在她心里 只有女儿才是亲的 不过 这些年下来 她也习惯了根儿子和小圈在一起了 可是 这次 小圈触碰了老二的逆龄 老二一定要将他们赶走才算 老二跟母亲说了 如果她不下令将弟弟一家赶走 给自己出口气 那以后 就当没这个女儿算了 小圈婆婆一看女儿生气了 当下就跟她保证道 你放心吧 等把你爸的事办完了 我就把她俩赶走 这个会议也是二姐跟母亲说了 让母亲召开的 如今她看到小圈竟然刚站起来 反驳母亲也就不客气了 小圈一看到二姐那个架势 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又上来了 她指着二姐说道 都是你这个祸事经 如果不是你 我们家也不会成这个样子 你敢说我 我们家本来好好的 都是你这个外姓人嫁过来以后 才将我们家搅成这个样子 还把我爸害死了 二姐一看小圈竟然敢反咬一口 气呼呼地指着小圈的鼻子就骂道 到底是谁害死的爸 是你 你一个嫁出去闺女泼出去的水 还当娘家来指手画脚 如果不是你多事 爸会走吗 爸就是被你给气死的 小圈也怒了 指着二姐的鼻子 怒气冲冲地吆喝了起来 你敢说我 你这个穷山恶水里出来的雕妇 你害死了公公 还在这里往别人身上泼脏水 你真有本事呀你 我在穷山勾勾出来的不错 可是 我知道做人的本分 最起码我不会跑到我的娘家 去指手画脚 我也不会像你一样 自己都已经出门了 还把你儿子硬塞到娘家来照顾 然后还在爸的生日宴上嚣张跋扈 把爸给气死了 如果你不回来缴获 我们一家开开心心得 也不会闹成这个样子 就是你害死了爸 你是个害人精 害人的妖精 爸生了你这个女儿 是最没用的 小娟气呼呼地翻起了旧杖 瞪圆的眼睛 指着二姐吵得不可开交 你 你看着小娟那怒不可遏的样子 二姐突然有些刺穷了 她转眼瞪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弟弟 吆喝道 志华 还不将你这个老婆给我赶出去 我们王家没有这么凶恶的人 二姐 我 志华虽然说从根上就害怕二姐 不过她也跟小娟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 小娟对她是知冷知热的 她觉得特别的温暖 此刻她也没有按照二姐说的话去做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以为你还是这个家的霸王吗 人呀 做事还是讲点良心吧 不要个性太强了 没什么好下场的 小娟一看到二姐竟然指挥着老公赶自己出去 看到老公没动 她也就趁着这股尖对二姐奚落了起来 都别吵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 是亲姐弟 有话好好说不行吗 大姐看到他们吵得不可开交 也站起来说了一句话 说完以后她就去拉老二 想把老二拉过来让她消消气儿 大姐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了 让别人看笑话 谁知道正在气头上的老二一把就甩开了大姐的胳膊 气呼呼呼的说道 谁跟她是亲姐弟 我跟她才不是亲姐弟的 我跟她都不是一个妈生的 她就是爸从外面抱回来的野种 老二这句话没说完就停顿住了 她意识到自己说错了 竟然将弟弟的身世全部都给吆喝了出来 那一刻屋子里一片寂静 静得连掉跟针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说完这句话 老二跟母亲面面相去 可是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很难收回来了 没错 他的弟弟志华就是抱掩过来的 并不是父母的亲生儿子 小娟的公公是家里的独生子 他们可以说是三代单传了 他公公年轻的时候天天在外面跑销售 后来开了一家店铺 专门做轮胎生意 那些年他把生意做的是蒸蒸日上的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要个儿子 这不仅是他自己的想法 也是小时候母亲不断跟他灌输的思想 不过 他的生意做的是不错 偏偏他老婆肚子里生出来的多是闺女 家里留下了老大和老二 把老三给送人了 眼看着老婆生不了儿子了 他是长须短叹的难受 后来 朋友将一个穷亲妻家的儿子给他抱了过来 说 只要给孩子一口饭吃就行 小娟公公倒是对志华视如己出十分的疼爱 可是他的媳妇 也就是小娟婆婆 从小就对这个不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不怎么疼惜 不过 他老公喜欢这个儿子 那时候 他老公也是一家之主 他也就不敢说什么 只不过老公天天在店里忙活 有时候还要东跑西跑的 在这个家里都是他那个厉害的小女儿说了算 小女儿跟母亲一样 并不喜欢志华这个弟弟 平常总是欺负他 慢慢的 志华就唯唯诺诺的 成了现在懦弱的样子 原本这件事他们也没打算说出来 毕竟都在一起过了这么久了 可是他也没想到 跟弟媳妇这样一吵架 气恼之中竟然将实话给吐露了出来 小娟听到二姐的话 一切都明白了 其实他心里一直就有一个疑问 他总觉得婆婆跟老公两个人根本就不像亲母子 总是中间隔着什么一样 当时小娟想可能婆婆就是那样的脾气 就没多想如今他知道了原来所有的这些 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老公并不是婆婆的亲儿子 所以他才对自己老公还有女儿一点都不好 想想当初二姐家儿子在自己家住着欺负自己女儿时 婆婆在一旁看着不动声色也不阻拦 小娟越想越生气 走 我们走离开这儿 从此以后 咱们跟他们乔归乔路归路 小娟想了一会儿 突然伸出手拉老公 不争馒头争口气 小娟觉得事情都到这份上了 自己跟老公如果再赖在这里 岂不是被他们给彻底看扁了 小娟这可是你自己要走的 将来以后 你可不要死皮赖脸的再回来找我们 我们家可不是难民收容所 二姐一看 小娟拉住了弟弟要出去 在一旁不阴不扬地说着 其实 她算准了 觉得小娟肯定会回来的 你放心吧 我们就是冻死 就是饿死 我们就是拉棍要饭 也不会从你们家门前经过 小娟恶狠狠地瞪了老儿一眼 丢下这句话 静雯将自己的东西整理了一下 拽着老公就要出门 志华显然是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给弄懵了 有些不知所措地看了看母亲和两个姐姐 又看了看小娟 最后还是选择跟小娟一块走往外走 大姐倒是跑过去 拉着小娟说 你别想太多 你还在这住吧 这里就是你的家 可是显然大姐在这个家没有说话的分量 二姐怒气冲冲地瞪了她一眼 吆喝道 你不要在那做和事老了好不好 他们要走的 干你什么事儿呀 听到妹妹那犀利的吆喝声 她拉弟弟的手也松了 慢慢地垂了下来 确实在这个家里 一直她都是听妹妹的 从来就没有坚持过自己的意见 就这样 他们母女三人眼睁睁地看着小娟拉着志华走出了家门 此时 老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坐在沙发上 搬起茶几上的水 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憋在她心里的这股恶气终于出来了 老二眼睛微微一扬 心想 我看他们出去了以后吃什么 住什么 过不了多久 还不是得回来 到时候 我在好好将小娟训一顿以后 好好地杀杀她的威风 让她知道 在这个家里到底是谁说了算 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再给自己蹬鼻子上脸 想想小娟到时候会低眉顺眼地给自己道歉 求自己收留她 老二脸上就泛起了红光 可是怎么也没想到 她这个算盘这次没打响 她临走的时候 跟母亲交代了 说等小娟和志华他们两个人在外面混不下去 回来的时候 记得给自己打电话 让自己回来好好挫挫小娟的气焰 让他们以后在家里好好待着 以后再也不敢起什么风浪了 可是她左等右等 也没等来母亲的电话 却等来了医院的电话 她母亲在洗澡的时候滑倒了 滑倒以后摔到了臀部 住到了医院里 经过检查 医生发现她母亲骨质疏松得厉害 再加上这次摔倒 可能以后就要在床上度过了 没办法 老二只好把母亲接到了自己家里 伺候了起来 俗话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 更何况老二平常就是嘴上功夫了得 猛的一下 母亲的吃喝拉撒都要她来伺候 她真的受不了 她给大姐打了电话 想让大姐把母亲拉走 伺候一段时间 可是 那段时间 她大姐刚好在伺候儿媳妇的月子 也疼不出手来 就跟老二说 让她再坚持几天 等她儿媳妇出月子了 就来接母亲 可是 原本身体就不好的老大 在伺候儿媳妇月子的时候 熬夜熬地太狠了 竟然在一个夜里睡着了 永远地睡过去了 这下伺候母亲就落在老儿一个人的身上 老二实在是累 就在外面请了护工 可是 她母亲是个挑策的 老二接连请来了好几个护工 都被母亲给骂走了 母亲总是说 让外人给自己擦洗身子换纸尿裤 觉得别扭过不去心里那道坎 非得让自己人伺候 她心里才舒服 她母亲在床上躺的时间久了 心里慢慢地也起了变化 想起了自己前些年她摔断了腿 那次她在床上躺了有一百多天 那时候也是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可是小娟就从来没有嫌弃过她 不仅给她伺候她吃喝拉撒 还给她一遍遍地给她擦洗身子 那时候 她身上清清爽爽的没有一点味儿 而如今在女儿这里 她觉得自己浑身都是不舒服的 有时候一个纸尿裤她穿了一天一夜了 老二也不给她换 她说出来了 老二还不高兴 让她心里发酸的还有一件事 就是外孙 自己从小就疼爱的疼爱的外孙 根本就不进自己的卧室门 连医生外婆也没喊过 好像自己就是个不存在的人似的 老太太想着在自己家里时 小孙女每天叽叽喳喳地喊着奶奶 那时候自己还嫌弃孙女凡人 如今想要听一句都难了 想来想去 她心里越发念及小娟的好 越来越想回到当初的那个家里了 甚至想 如果当初自己没有听老二的话 没有将儿媳妇赶出家门 自己如今就算是摔倒在床上 小娟以后也会把自己伺候的叔叔坦坦的 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那天老二来给她送饭的时候 两个人说起了话 老太太看着老二送来的那些油乎乎的饭 死活不愿意吃 忍不住埋怨道 你做的菜太油腻了 不如小娟的 小娟 小娟 她要是好你跟她过呀 老二一听到母亲这样说就有点不高兴了 我倒是想呢 是你让我把她赶走了 要不然我现在就是跟她过呢 妈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呀 我才是你的亲闺女 她们是外人呀 亲闺女咋了 亲闺女你也没把我伺候好 还不如小娟那个外人呢 她们那次谈话不欢而散 没多久 心里实在是难受的老太太挽起了爵士 非得逼着老二去跟志华和小娟道歉 把她们给请回来才行 她自己也要搬回去住 这下可把老二给愁坏了 她原本是要等着小娟回来跟自己道歉的 是要拿捏住她 然后自己站上风的 毕竟她在这个家里 一直都是这样的 可是她没想到 事情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还要自己低三下四地去求他们回来 凭什么呀 可是 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已经开始绝食了 是真的绝食了 老太太已经两天茶水都不淹了 眼看着母亲马上就皮包骨头了 她也害怕 害怕有一天母亲真的在自己家走了 那么光是老公心里就是不痛快的 而且 她也发现了 这段时间母亲在自己家住着 老公和孩子都有些不高兴了 思来想去 最后 老二终于准备撕下了脸皮 硬着头皮去找弟弟和小娟了 在小娟的出租屋里 老二提着一兜水果走了进去 她环顾了一下小娟租的这个房子 虽然不大 但是被小娟布置得井井有条 看起来十分的温馨 小娟看到老二走进来 看着她脸上早已没有了当初那股嚣张的神色 也没有直接将她赶出去 而是问了句 你有事吗 我就是来看看 看看如果你们在这过得不好的话 就回家住去吧 老二低着头也不敢看小娟的脸 轻声地说着 那是我们的家吗 你不是说了吗 房产证上是婆婆的名字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小娟想起了当初自己被赶走的时候 二姐说的那句话 直接反唇相接了过来 怎么会不是你们的房子呢 说到底那个房子也是志华的呀 是志华的 也就是你的 你们早点回去吧 这次老二的声音提高了 我们要回去了 再被你赶出来怎么办 我们可不想反反复复地搬家 那人 不会的 不会的 你们回去吧 我 老二本来想说我给你道歉的 可是这句话她实在是说不出嘴 她已经高高在上几十年了 此刻突然让骄傲的她给一个山里的女人道歉 她实在说不出这样的话 那一刻她憋得脸红脖子粗的 二姐 你来了呀 正在他们两个人有些僵持的时候 志华下班回来了 她一进家就看到二姐站在那里 赶紧打了声招呼 让二姐坐下说话 志华 你收拾收拾跟小娟回家吧 咱妈生病了 此国不愿意住在我家 她想跟你们住在一起 老二一看到弟弟回来了 才将真实的意愿说了出来 其实小娟已经听说了 她也知道婆婆那个脾气 外人伺候是伺候不了的 她不是不想去伺候 而是心里憋着一股劲 这次她铁了心了 如果老二不过来跟自己道歉 自己是不会回去的 好好 我们这就收拾 回去把妈接回来 志华一听到二姐的吩咐 赶紧点着头说着同意 那是你妈妈 你就去接 凭啥接呀 当初把他们把你赶走的时候 怎么没人理你呢 小娟你看老公这么快就认怂了 当场就不愿意了 老二看着小娟的样子 知道这次自己如果不拿出点态度 这事是办不成了 想到这儿 她站起来 走到小娟身边 拉着小娟的手 诚恳地说道 小娟是二姐错了 二姐给你道歉 你们回家吧 咱妈需要你 这个家也需要你 我以后再也不说那些伤害你的话了 而且我保证 咱家的那套房子都是你跟志华的 还有咱妈的存者也都交到你手里 你来保存 你看行吗 小娟看着眼前这个二姐 看着这个一直一来嚣张跋扈的二姐的嘴里巴达巴达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突然之间她的心就软了下来 不过为了撑住面子 她还是一脸僵硬地说道 你说话算话吗 我说话算话 算话的 要不然咱们去做个公正 爸妈的房子还有存折都归你 我自愿放弃所有的继承权 老二显然是真的害怕了 她怕小娟再拒绝她 这一刻 她也不嫌弃小娟乡下人了 紧紧拉着小娟的手 眼睛诚恳地看着小娟 老太太一被儿子接回到家里 就开始喊饿 端起小娟给她递过来的饭菜 大口大口地吃着 一边吃 一边说 好吃 好吃 太好吃了 小娟看着婆婆那老幻小的样子 苦笑了一下 扭头出去整理行李了 奶奶 奶奶 你到哪里去了 我都好久没见你了 小娟的女儿一放学 就笑着叫着 哭到了老太太的身边 老太太一看到眼前 这个蹦蹦跳跳的孙女儿 眼睛里都笑出了泪花